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ath 我會盡量快速結束 因為時間走得很快 然後我現在在OpenSuite Team 之前的Boosters Team 我們現在改名叫OpenSuite Team 我也屬於OpenSuite的KD Team 那我通常的工作是屬於Maintain我們的KD的包 然後還有一些OpenSuite Infrastructure的事情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OpenSuite的KD Repository 跟Maintainers Model 其實它這完全就跟我們整個 KD Team平常的工作有關 會介紹到套件庫的原因是因為 對OpenSuite來說 我們並沒有辦法一直 裡面的包並沒有辦法一直滾動向後 所以 例如說以12.1來說的話 我們預設是4.7.2的包的話 它其實它並沒有辦法 以一般更新的方式一直往上走 4.7.3.4 或是進到4.8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 我們的做法我想應該 在其它Destroy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有特別的一些套件庫 可以引入4.8或4.9的package 所以我也介紹這一方面 然後Maintainers Model的話 這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工作 對 以現有的已經release的OpenSuite的版本 去做一些Maintainers Update 然後還有 當然我是指屬於KD方面 然後還有我們如何去開發下一版的 KD在OpenSuite上 下一版的 KD在下一版的OpenSuite上 So 我前面有說到就是 因為KD並沒有辦法一直滾動往上更新 所以 我們有一些特別的套件庫 那我這邊主要是分了一些項目 那 第一個的話它是屬於 就是 簡單說 就是主要的call packages 就是 例如像 KD lives KD run time 等等的 當每次上有新的release出來的話 那它就是 你必須要加這個套件庫 那你才有辦法一直往上走 例如說 在release4.8 那它整個series 它會再屬於一個叫KR48的一個套件庫裡面 意思意思 就是如果4.9的話 它有一個KR49 所以必須加持套件庫 例如說我是12.1 那我加這個套件庫的話 那我就可以一路升上4.8 4.9 一路往上走 那另外三個的話 KD update Apps 就是另外三個都是一個 是屬於你一個自一選擇的 你並不一定要使用它 如果你 你只是想要升你的KD的版本的話 其實並不一定要使用它 它主要的差別是 KD update 它主要是 例如我所用 我用的opensource12.1 但是我並不希望 我的KD的包往上升到4.8 10.9或往後 但是我只希望我的一些application 能夠往上升級 例如說 blue table conversation 等等 那它這個套件庫裡面 就只包含了這些更新的包 這樣 那KD extra的話 它就是一些 跟整個 不屬於在KD 該怎麼說 platform的一個 開發的cycle裡面 會release的版本 有點難說 意思是說 例如像一些 Ktorrent 這一些 或是一些 比較流行的 Prasmo 的位置等等的話 它會屬於這個包 那最後一個 KD unstable 那顧名思義 它是屬於unstable 因為上面三個 通常會出現的話 通常 它的包的更新 都會是 Developer 它release的一個 stable的版本 但是 unstable 我們通常不會建議 你一般user使用它 除非你真的 很想去試新的功能 或是你想要去修 某些bug去試的話 因為它通常都是 release的unstable包 或者是說 我們直接用 或者是我們直接是 從它的git 去打包下來的包 因為 我們的通常工作 都在open build service 我們的OBS上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 這種方式 直接從它的git 拉下來 拉下來整個 去打成一個包 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謂的我們的call page 像我們現在提供 例如說 release 4.9 series 4.8 4.7 4.6 就是希望如果你的release 11.4或12.1 能夠繼續往上升的話 就必須去加這些套件庫 那有三個比較特別的 是一個是 unstable的kdsc 就是 它 它是從kd的chunk來 就是從kd的去 就是它裡面所有包都是從kd的去 然後 簡單說它是個snip shot 可能是幾天或是一個禮拜 去做一次 重新打包的動作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但是 之前的話 我們有alance的消息 在上有上 那其實蠻多developer蠻喜歡的 因為 它並不一定再需要自己手動去build 或是用一些build script 來去打包新的 目前創合上的call 來下來 它可以直接加這套件庫 就可以做它的事情 然後下面有一個stable的report 跟一個factor的report 我們簡稱kds跟kdfr kds的話 簡單就是它裡面所有的package 跟已經release的opensure版本 是sync的 所以我們在做maintainance的時候 任何的user 或者是任何的user 他想要做一些maintainanceupdate 那他從kdsreport branch package 到他自己的home下面 讓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打page 或是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 他再要進到我們的update 就是我們已經 就是要release publish出去的maintainanceupdate的話 他必須要先經過這一個 他必須要先commit 回到我們這個kdsreport 由kde的maintainer 先同意這件事情之後 所以他這個maintainanceupdate 他會可能生效 那另外一個factorreport 他就是我們為下一版的 opensure工作的一個report 所以只要有新的 任何一個package 他有新的版本release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 送到這個report 然後去修掉各種package的issue 或是一些securityissue 所以一個簡單的範例 如果我現在是用opensure12-1 那我想要用現在release12kd4.9的話 那我主要就是加code package 那個套件庫 那其他如果我想要用camoso等等 其他另外的套件的話 我再另外再加上extra套件庫 那我如果想要用一些unstable application的話 那我就是加另外 那telepaths比較特別 telepaths我們在unstable下面 我們有切出一個subproject 給telepaths 因為telepaths他需要用到一些 特別的gistgmail codec 跟一些library 所以我們不想把它兩個 把它跟unstable裡面的一些東西 混搭在一起 所以我們另外切出了一個 對 比較特別 那如何 如何apply 這個 基本上簡單的三個方式 yaster就是suster用的一個設定的tool 那你可以用它來增加 那apple的話是 kd的一個套件管理程式 那你也可以用它來增加 然後leaple的話就是一個carmenda的tool 那你可以增加report 然後把它整個deskupgrade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 例如說 kd4.8或4.9 這樣 對 有一個特別的是我 當如果上游的kd 如果它準備有一個release要出來 例如說 在kd4.9還沒出來之前 我們已經大概知道 它release的schedule是什麼時候出來 那通常在我們open source的obs上會有什麼動作 這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想各大destroy的kd的maintainer 應該都會去訂閱一個叫kdpkg的mailendless 這是一個邀請制的mailendless 那只要在這個mailendless裡面的人 他在kd上游的ftp 在真的打開了4.9的sauce的資料夾之前 他們就可以先download到sauce table 所以大家都可以提前先把那些tubble拿下來 在自己的build service上做打包的動作 對 因為通常不會是說真的release的才重 再去上面拿 這樣子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先去建立一個 例如說 是4.9還就是kr4 9.2還就kr50 然後在我們的build service上 然後我們再去選擇說 我們要build給哪些已經release的open source的版本 或者說現在正在開發中的factory 然後把我們的所有的sauce加進去 當然是 我們是採用rpm的format 然後就開始build它 然後修掉所有的packaging issue 然後確定所有build成功 但是我們並不會馬上的把它publish publish的意思就是在download的mail上面 你就可以載到一些包 我們並不會這樣子做 我們會等到上游 他真的alounce說 新的版本release了 我們才會做publish的動作 所以他才會從 他才會流進 這些build好的包 才會流進到 套件庫的download的manual 對 這是比較特別的一件事 那我們的maintainless workflow 這是剛剛簡單的圖 簡單的說 右上角就是我剛剛說的kds report 如果我有一個package 我想要做一些maintainless update 我發現上有一個非常棒的package 可以修掉某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流進到 現在已經release的open source 讓其他使用者可以用 簡單來說 我在obs上 我對這個package做branch 那我做一些事情之後 我把它summit回到kds的project 那maintainer accept之後 他會加forward到 就是我們看到 如果說gd12.1的話 就12.1的update 那他就會去走一個 正規的open source maintenance 的一個workflow 所以左半邊基本上就是open source 一個正規的maintainless 的workflow 那右邊的話 就屬於我們在kd的一些 就是open source的kd那邊 做一些maintain的動作 當然會有遇到 你有看到我也寫一個 特別的原因 所以他有可能會跳過kds的步驟 直接去把summit的request 送到update的人的report 就是直接跟隨 就是照著open source的 原本的maintainless的workflow來走 而會跳過kd這一關的原因是 如果有某些狀況 然後我們maintainer我們犯的錯 所以他裡面的套件 其實並沒有跟已經 kds裡面的package的版本 並沒有跟已經released open source的版本裡面的sync的話 那 逼不得已我們必須跳過這個步驟 因為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先送過kds這一關 對 那我們的開發流程的話 對我們全部都是對vatory來做動作 所以其實步驟跟前面做maintainless一樣 那我也是從我們的kdf 就是kd的flater裡面 branch我的包 就是要做哪一個包要做一個更新 然後做一些動作 例如說 把新版本的sourcedtubo放進去 然後填完你的change log 然後spec file的改動之後 然後送回到kdf 然後 maintainless之後 它會順勢的就forward到 open source的factory 它的特別是說 這個動作在下一版的 open source的release的時候 你做的這件事情 它就是已經會出現在下一版的open source裡面 那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user 就是他想要成為contributor 但是他有一些問題 例如說 他發現 例如說在kdapps或哪裡 他有一些很棒的kdapps 他想要能夠 放到我們obs上 他可能會在 某些套件庫可以用 但是他們有時候 會不知道要sumi到哪裡 其實這有時候 因為他必須要先判斷 他是一個pure的cute application 還是他是kdapps 因為我們對於cute的application 我們有另外一個project 叫cute desktop 像剛剛michael提到的rezercute 那一些 他是pure的cute的一個桌面環境 那他的包都是放在那個project 所以他就不應該進來到kdapps 裡面 如果你是希望這個包在下一版的 opensource裡面 你就能夠在光點能夠選到的話 那你就應該讓他流進kdapps 就是kdf的report 然後如果你只是希望 他是一個外加的application的話 那就是送到kdapps 那如果你想要這個application 他的作者都還在開發中 非常是unstable的話 那我們就會你送到kdapps 我們就簡稱kup這樣 那如果你已經送出了這個summit request 那如果你後來發現你送錯 但是不要擔心 那每天呢就只會打你槍 然後跟你說 你應該送到哪裡比較對 就這樣 所以他也不會咬你 那其他如果有這方面問題的話 那我們是建議就是在IRC 我們的IRC或是我們的mail list 問我們這些問題 對 那如果你想要對opensource kd的方面 有一些contribute的話 那怎麼樣參與我們 其實我有列一些條目這些 其實我們還蠻需要一些資源幫忙的 因為確實我們的wikipage 對於翻中的資源並不是很好 因為並沒有很大量的translator 來做這件事 反而是最近來看的話 對減重的資源卻越來越好 因為越來越多減重的translator 來做這些事情 對 然後 接著你也可以主動去修掉一些 打包的一些issue 或是你可以嘗試去更新一些package 那簡單的步驟的話 我們都是 你可以直接用OBS的wikip interface 或是 OBS有一個client caminite的tool 然後簡單的就是branch 然後做一些事情之後 再summit回去 就是這樣 然後告訴maintainer 你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 然後再過來就是 測試package 跟發buck 我覺得 其實這是蠻重要的 因為確實對一個 因為open source 很多人不認為它是以community主導 但實際上它是以community主導 所以 其實沒有任何QA會進來幫忙 這件事 所以 我覺得 越多的人能夠去測試這些package 是越好的事 其實除了對我們down stream的distribution 有意義之外 其實對上游 不管是kernel kd kd 各大上游 我覺得越多人去測 對他們都是越好 對 那所以 如果測到bug 發bug 好事 好事 然後 bug 其實 它就是 把bug分類 如果 基本上我們希望能夠爆在我們巴力拉 能夠留下來的是一些 所以 簡單來說就是 open source 這邊犯的錯 然後 留下這些 其他的希望能夠回歸到上游 讓上游的developer去處理 所以 但是我們 確實我們 人力並沒有這麼多 因為如果大家都在做開發 其實基本上 大家並不會花太多時間去對 所有的bug去處理 那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 有人 想要contribute的話 能夠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必須要 有一點 一些經驗 就是他能夠分得出某些 問題 到底是屬於 kd的bug 還是屬於 我們當 男生的bug 對 然後 來去做一個分類 或者是他根本不是bug 那就把它關掉 那 還有一個方法 還有一個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你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蠻多人 就是直接在我們的IRC 或是沒有人 你問說 嘿 那我可以幫忙什麼 那我們就會說 我們最近有可能有哪些 事情可以幫忙 因為 可能最近沒有太多resource 可以投入到這一邊 這樣 那 如何聯絡我們 就IRC 我們在Freeno的 opensour.kd 那 沒有人的事的話 opensour.kd at opensour.org 那或者是 如果你完全不轉 跟我們講話的話 那就是 直接發bug給我們 也是可以 我們 也還是很開心 對 ok 這是我今天 簡單的share 對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太好了 那 那我們 謝謝Max 來 都為我們介紹這個 KDE 或是 的那個maintain model 有個 的 我們 把 在這 感谢观看